是谁?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,难道你也要他下去翻咬他一口吗?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,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,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。 别人就容易接受。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,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? 同样的心理,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?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,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。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,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 当有一天,你深入了解后,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,就是有福气,就该珍惜。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,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,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。 你懂吗? 二十三点增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,乃至于珍惜生命。 不乐铁生命的人,生命对它来说,是一种惩罚。 二十五点,情职是苦恼的原因。 放下情职,你才能得到自在。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。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 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,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。 是可耻的。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。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。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。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。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。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。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。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。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 名声与尊贵。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。 有得自然香。 原谅别人。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。 以便回旋。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。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。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。 无药可救。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。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。 可苦呢。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。 无所事事。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。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。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。 便拥有了一切。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。 走势必然的。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。 不变随缘。 四十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。 你才能超越现实。 四十六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 你骗得了别人。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。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 四十八点有时候,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。 我们在追求直摩。